火警發生在臺北市仁愛路四段的一處住宅大樓 星期天晚上發生了火警 住宅大樓的十一樓 穿出了大量的濃煙 消防局貨爆的時候 有三名住戶是受困在屋內 救援搜索是同步進行 火勢在約是二十分鐘左右撲滅 只是不幸的是有一對老夫婦 被救出的時候 老先生在火場已經明顯死亡 老太太也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送醫後還是回天罰術 而起火原因呢 消防人員初步判定 應該是客廳的電線走火 但真正的原因還有待釐清 不對勁啊 黑夜裡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國父紀念館旁的一棟大樓十一樓 怎麼冒出了陣陣濃煙 消防人員貨爆趕往現場 立刻拉起三條水線進入大樓搶救 花了二十分鐘火滅了 搜救行動還不能放鬆 消防人員整裝進入火場 尋找受困民眾 救出了二十多位住戶安頓 不過鄰居聯邦說還有一對老夫婦還在裡頭 消防人員繼續搜 不幸的是七十七歲的江慶老先生在火場明顯死亡 七十二歲林姓老太太則昏迷沒有儀式 爭分奪廟送醫搶救 但最後仍然回天法術 起火的話是在十一樓的地方 所以等於說它十一樓 十二樓 十三樓都受到影響 有可能是電氣的因素所引發的火災 那起火的地方是在客廳燃燒 面積大約五十平方公尺左右 消防人員初步鑒定是客廳的電氣走火燒出了這場火 但真正原因還有待釐清 突如其來的驚魂意外 台北冬夜細雨紛紛 路人圍觀 議論紛紛 華新郵 黃美惠 翁前皇 李明威 台北報導